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我的任务生存第206集 我已经开始给泳池放水了 但是很不顺利 之前呢只要放两面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你看中间空荡荡的 可能得一层一层的放吧 而且还有个问题啊 你看啊这里中间我不放空一格 你看这里就有个缺口 所以这水呀不仅得一层一层的放 边上还得一桶接一桶 哎现在这中间的水成无线水了 但是我告诉你哦 我刚开始放第一面和第二面的时候 中间它不是无线水呢 咬一桶它就少一桶 你看我这边上还做了不少的无线水呢 看看这水流的有头痛的很 难道真要一层一层的放马 那得放多少钱呢 清水头指我倒是有一张 我随便放一下 你看这50差50的比水池大好多呀 这池子最宽的部分也就40左右吧 你说超过的部分怎么办 先拿方块填 然后再闪掉 这还不是浪费时间 实在不是个好主意 看来比较高效的办法就是 给它量身定做进水涂质 反挡反挡 这次我居然没忘记存档 就很棒 先量一下尺寸 就到这里了 因为只能做成矩形的 不规则的地方最后补给桶水就可以了 做涂质还是挺容易的 十七一差三十三就这么大点 这鬼天系还下西雨来了 把图纸放上 检查一下通电 这个看着是真舒服呀 最后把不规则的地方补一下 折腾脑半天可算是好了 先休息休息 可惜呀 一片黄沙 没什么景色可以看呀 如果把周围绿化一下的话 在这上面蹦来蹦去 又能关个景 还是挺好玩的 现在还不是享受的时候 继续干活 在这边上做几个扶梯 虽然扑通一身 翘下去很方便 但上来有个扶梯 还是好一些吧 三个宽应该差不多了 可惜这里盖住了我的灯 亮度也够了 不管它 上面再放几个白羊木楠杆 就可以了 那边再做一个 对面就不用做了 接下来呢 把两边的路给铺好 底下照样铺上灯 上面铺半砖 绿化什么的 我觉得还是坐在 泳池外面比较好 路两边放点灯 小小的隔断一下 先把沙子铲掉 然后铺小白砖 比泳池的路面高半格 然后在上面放点灯 矮了点 还是像旁边的这个一样 灯下面放一个树纹的方块 这样是不是好看多了 但是这一面我没有放灯 因为我想在这里 做一个小花坛 或者小喷泉啊什么的 然后这后面也绿化一下 连在一起 就是一个绿化带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